欢迎大家来到羊兄咖啡店 就让我来带大家一起去聊时事吧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又回到羊兄羊茶啦 对啦 这期呢 其实羊兄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嘉宾 也是羊兄在剑桥组所所认识的朋友 也就是Michelle 哈啰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对 我觉得Michelle的故事呢 真的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而且她的故事背后啊 有很多艰辛的这些路呢 我想把她的故事带给大众们去了解啦 因为大家如果先跟大家讲一下Michelle 是以前她是第一batch 就是教育部奖学金 以前你如果拿到9个A加对吗 你就可以自动能够拿到奖学金 读你的preview 还有直接到国外top20 top50的大学去就读了 但是很比较遗憾的就是 她就是刚好第一batch被砍掉的那个奖学金 她就有一点点的失望啊 那这个时候其实Michelle 你能够分享一下那段时间 你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的吧 然后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你的背景嘛 OK 所以我的背景 OK 我是从一个叫做居栏的小镇来的 然后我的中学都是在居栏读 然后一直到考了SPM过后 我拿到9个A plus 所以就拿到了那个刚刚阳兄所说的那个 教育部的奖学金 我就来到了KL的Taylor's读IB 他的全名是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所以那个是一个pre-you program 然后呢那个时候的呃 那个那个政策的奖学金的政策就是说 我们在读pre-you的时候 呃我们要申请政府会出一个list 那时候是呃那个JPA JPA 对 他就会出一个list 他那个list会变 他是Top100 我记得在我前三 Baccalaureate的时候是Top100的大学 你只要进到 然后JPA就会呃 是东给你的奖学金 对对 然后你就可以出国申请 然后过后 他们就剪去Top50 然后到我这年的时候就变成Top20 对 然后可是呃 所以那时候我们 我们在读pre-you的时候 我们就是吵着这个Top20去申请 然后呃 就包括我在内很多 我整个Basher的同学 他们我们都进到了这些Top20的大学 我们就勾住很多东西 那些admission test 然后要写personal statement 很多东西来 我们都进到了拿到offer过后呢 呃 然后就很临时的 那时候就是已经差不多是要选的时候 你要去哪里的大学要报名 要进去的时候 就会讲你已经有期待说 因为拿到那么好的成绩嘛 你已经想要准备好是出国好的 但是他们也之前 按照正常的一个做法呢 也是应该可以出到国的 是不是这样子说 对是是 所以那个expectation就是说 因为照我们前前两三年的那些 我们的senior 他们都是很正常的就是 他们去读A-level 然后考好成绩 然后进到那个list里面的大学 然后他们就会被送出国读 可是当我们这年呢 我们也是有这样的expectation 正常的啦 对对 可是就是到最后的时候 政府就临时Utern 哎呦 为什么有临时Utern呢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那个时候 我印象中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 正刚好是那个YMDB YMDB 的事情爆发出来 然后就这么刚巧 那个事情爆发出来过后 政府就 改变了这个JPS的政策 他就说 现在没有赞助你们出国读书 哎呦 只有赞助你们在本地读书 哎呦 那个时候如果是你的话 你讲这是非常临时的对吗 对对是 这样子你其实有申请了什么大学吗 在那个时候 before你想出国的那一个 那一个你这个时刻啦 你就是说我我申请了什么国外大学是吗 对 对我其实申请了蛮多间的 然后最后我进到的是包括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然后还有康奈尔大学 Cornell 所以美国有这些 然后英国我有进到 UCL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然后还有 Warwick 还有 King's College London 听起来这些都是很 蛮榜上有名的大学咧 这样子你讲这是非常临时的时候 你听到他们说 他们不再赞助出国读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那时候我就是觉得 真的是很突然就有点懵掉的感觉 对于我这次来说 我一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我可能还 可能还有点反应不过来 是一直到我已经差不多要进 所以我最后是进了本地大学 马来亚大学 是我要进到 打断你一下 这样子马来亚大学是讲 政府其实有给你一个 List of本地大学 让你去选择啦 做为一个替代方案 所以你才到最后被逼无奈之下 你才从这个List 选择了马来亚大学 是这个情况吗 是是 所以那个时候 我本身是读法律的 所以 对于法律 还有 或者是 医科这些比较 专业的科系 政府是有另外出一个 特别的List 就是说你只有在这些 通常就是 那个List是本地大学 所以本地大学里面 如果你进到的话 政府才会 赞助你去这些本地大学读书 所以对于法律来说 政府的List 虽然有十间大学 可是 不是每间大学都有法律系 所以 那时候就只有UKM 还有UM有 所以我就申请了UM 然后很幸运的就进到 但是 虽然讲 UM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大学 只是 当时候你一听到这个消息 你又不能出国了 你又拿到那么多世界好的大学的时候 你会不会感觉到很失望 在那一刻 是当然 当然是非常失望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 我一听到这个Policy Newton的时候 我其实还没有 就是 还没有sink in 就还没有意识到 哦 我的出国留学梦这样 哎呦 破灭了 可是一直到我一定 就是 我要入学 去UM入学的前几天 当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 我才感受到 好像空了 对 这样 其实这段期间呢 你 我好像看到你的故事里面 你有去参加马来西亚 大马小姐的选美 这个是什么情况 你能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吗 是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interesting的 这个story 就是 那时候就是 嗯 我们本来 我本来不是要出国读书嘛 然后我出国读书 然后我已经准备了很多 然后原本就也要出国读书 然后一直到 政府突然换了那个Policy 然后那时候我就 有一个空档时间 因为你不需要 准备出国留学 就 有一些时间 对 就很得空 然后另外一方面 也是有点迷茫 因为就是心态上 你原本以为你要出国 一心想要出国 突然就在本地读大学 那时候就 就是有点 会有点迷茫这样 然后我刚好就在网上 看到有一些video 就是关于这些 马来西亚 环球小姐的 他们的一些那种 Promo video 然后我就看到 就是历届的那些 选美冠军 就觉得他们 present自己的时候 就是很有自信 我就觉得被他们喜悦 就说我想要成为这样 也能够成为这样 对我就觉得是 是一个很不错的端领机会 所以这 这就是为什么我去参加那个面试 然后很幸运的 我就进到最后的Finalist 这样子到最后你进到Finalist 上次你没有中选啦 对对 但是没有关系啦 基本上你拿到马大的法律系了嘛 这样子之后你在马大读书 就读到这个法律系 你刚才说 所以对于你而言呢 马大的法律系 你觉得过得怎么样 这个马来亚大学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我在马来亚大学的生活 是多姿多彩的 对对 因为我们有很多活动 所以我们 我虽然是法律系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所居住的宿舍里面 会有自己的活动 所以我们会认识不同 科系的朋友 然后也有机会参加不同科系的 就是跟不同科系的朋友 一起去办活动 所以我们有宿舍的活动 有些是马大 比如说华人学会的活动 偶尔也会参加 可是我个人呢 我focus比较多的是在法律系的活动 我们有个活动叫做Mooting 它就是模拟法庭比赛这样 就好像在法庭里面 模拟法庭审理案件的程序 是的 对 这样你认为啦 之后我看到你的成绩还蛮不错的嘛 之后你又在这个Law Journal 我记得你也是负责Law Journal 对吗 就是这个法律的这个学术论文 对 是 那你也相信你后来也是以UESNDP 但是又什么情况之下 为什么你会想再去Apply去剑桥呢 你知道就是剑桥是我心中的一个梦 就就提回说我那时候中学毕业 然后过后我想要就是有个出国梦嘛 然后我就就就会就就有个遗憾啊 我就想说我要不然因为那时候我申请剑桥是 的时候是我在读大法律系最后年 那时候就是你要面临就业的选择嘛 就是你大学毕业过也出来 就是要 either去做工去实习 或者是你可以继续生造 然后既然心里面有这个遗憾 就觉得说我要不然就报名试一下 然后如果我进到剑桥 就当然好就去读啦 就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打算出来实习 然后就拿律师执照这样 后来也恭喜你啊也拿到了剑桥 所以我们就在剑桥相遇了嘛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后来啦 你认为在马来亚大学读法律系的这段期间 有没有准备好你 就要剑桥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呢 然后让你剑桥的这个体验会更加棒 有没有帮到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呢 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个是我到剑桥学习过后才意识到的 因为本身对于法律系来说 马来西亚的这个法律制度 其实是研习这个英国的 因为我们是他们的殖民地 所以我们说common law就是普通法 所以我在英国读也是普通法 然后那种教学制度啊 就是说我们有lecture有seminar 这些教学的这种形式啊 上课的形式都很一样 所以我们在马大也是这样上学 所以我去到英国就不会很说很难适应 而且我觉得在马大的那个 我们的本课的基础也很好 所以我去到英国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面临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在马大也是用英文来学习的 哇 那么你就因此圆梦的去剑桥吗 这样你可以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 你在剑桥除了是上课ok之外 因为你有这个以前的准备了嘛 这样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有趣的体验 能够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有趣的体验啊 我觉得我在剑桥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到 不同国籍的人然后不同背景 还有有不同市区爱好的人 因为我们在剑桥呢 可能跟其他的大学人不一样 就是我们有个college system 所以每个人会隶属于一个college 然后我们就会居住在这个college里面 就是很像宿舍这样 可是你的宿舍会有不同背景的人 然后对于我呢 我的college是Wolfson College 所以它是一个mature college 就是说在那边住的学生呢 对都是21岁以上 所以很多是读postgraduate 比如说硕士生博士生 他们的想法基本上会比较成熟 我觉得所以跟他们交流啊 我觉得说就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不只是不同国家的文化 还有不同领域的那些知识也是 然后之后你就从你在剑桥读书的时候 我没有记错的是刚好covid爆发的时候 这样我就知道很多实体课也是被迫取消 像这一点对你来讲 你既然也梦了剑桥 可是又好像一点点小小的可惜就是没有实体课 你对此你会感到很遗憾吗 我个人其实觉得不会很遗憾 我就觉得反而是一个blessing in disguise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们有去过剑桥 就知道剑桥是一个旅游圣地 通常都会有很多游客在剑桥 所以剑桥一般上来说是很多人的 可是我觉得其实我蛮幸运 in a sense that 我去剑桥的时候刚好是covid 然后是lockdown 所以我就有机会见识到体验剑桥 就是不为人知的一面 就是剑桥其实是一个很平静的 很peaceful的一个town 我觉得其实是蛮 我觉得蛮lucky的 可以experience到这个 非常开心 听到你的剑桥体验也非常的棒 那之后我也知道你是做一个律师 对不对 你已经正式call to the bar了对吗 对对 这样我是想请问你 因为做律师之前我们有做可能实习工 还有可能pupillage 这个时候你有什么 你在当实习生的时候 你有没有面对什么问题 你认为是现在任何要做 进法律这一行的朋友 你经历过你想分享什么 你曾经遇到过的问题 我是想说OK 所以我先想就是point out internship跟那个就是所谓的实习 我们叫internship 还有那个pupillage pupillage我在华语不懂叫什么 我们也是叫实习 所以它不一样是在于 通常internship是你还在读书的时候 比如说你大学大三的时候 你就暑假就去做internship 通常它是比较短 可能一个一个月 所以那个就是给你体验一下律所的生活是怎样 然后通常很多律所可能也不会给很高的薪水 它也不叫薪水它叫allowance 就比如说我本身去实习过做intern过的那个律所 他们是属于薪水比较高的 可是对intern他们是给allowance 一个月是八百利级 八百利约在吉隆坡地区 对在吉隆坡地区 那你可以生活吗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就是还是大学生 所以那时候的收入来都是靠父母来支出 这样听起来其实你做实习工 情愿你反而还要知道腰包 其实是的其实是的 如果你是外洲人不是KL本地人的话 其实是需要 那你认为因为你有这个机会 你的父母刚好也比较幸运能够支持到你在吉隆坡做internship 但是这样子听起来 对于外洲可能是来自B4S的家庭的话 他们不是被边缘化了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也没有办法负担在吉隆坡生活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些实习机会 对对所以虽然说实习没有说一定要在吉隆坡的律所实习 可是当然吉隆坡的律所比较那种比较大型的商业律所都是在吉隆坡 所以可能这一方面就是 如果说你有办法负担吉隆坡的生活费 所以你被迫要在可能你自己的家乡的律所实习的话 可能你所接触到的案件就会不一样 好这样你已经扩除the bar了之后 你目前来讲你已经开始成为律师了对吗 对是的 好这样你可以给我们大概讲一下你目前所做的工作 还有你认为这个律师行业 你怎么看待这个行业的目前的工作你满意吗 我觉得目前来说 律师行业是一个很有 因为一定会有需要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成长前景是不用多谈 我觉得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律师也是分很多中 我个人是我们如果简单来分 可能可以分是输送或是非输送 我个人其实是两边都有做 可是就是我觉得对于年轻律师来说 其实如果你头四年都算是年轻律师 我觉得是有越多今天是越好 当然一方面你也是要有这个意识的说 你要知道你比较适合什么 你比较enjoy什么类的案件 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你做了四五年过后 你才知道你应该要怎样specialize 因为律师走到最后都是会specialize 这样子啦 我们就你可以跟我们的年轻的 想要进律师行业的朋友 有什么劝告想要分享给他们的吗 如果说你现在是一名中学生 或者是你考虑想要不要读法律系 我觉得说最好如果你要首先你要知道 你读法律系的那个你想要读法律系的那个初衷是什么 有些人他们就是纯粹是因为他想要多了解法律 或是还想要比较学术性的 可是因为当我真正出来做律师 就是我们说practice的时候 是非常不一样的 可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我想要成为一名律师 在律所做工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呢 可以在可能even before你读大学 读法律系前就去律所实习 你去一个不用很久可能两个星期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律所的工作是怎样 然后你再决定说这个是不是适合你的道路 好啦叫我们回到你的故事啦 这样子整个过程之来你虽然讲经历一些 好像波折啦 然后没有拿到奖学金 后来在马达 然后最后你还是end out在坚强 然后成为了一名律师啦 所以这段journey呢你认为是一个 那应该不算遗憾了吧对你来讲 我觉得不算遗憾 我觉得虽然当然当那些 就比如说那个Policy Newton的时候 我以为我可以出国 然后不可以出国 当时当然觉得 哇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是不是那种伤心难过 沮丧的失望当然会有 可是 那已经是差不多七八年前的事情 现在七八年后一路走来我发现到 你看你往回看 觉得其实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它的原因 就拿一个例子来说那时候 那时候我本来我想的 我的plan是我的本科要出国读 然后可是我是最后是我的硕士才出国读 然后可是当我在到了剑桥 在剑桥收播的时候 也是一名硕士生 我发现到的是 如果当初我在本科的时候就出国读书 可能我不会这么enjoy我的这个出国的这个经历 对 因为可能那时候 你从 从preu或是中学到上大学是一个很大的gap 你要适应大学生活 对很多自由 然后另一方面是 如果是你又出国生在的话 就是你要适应国外的生活 可能it's a lot for一个20岁的人 可是如果说我是一个硕士生 我已经读了四年 经历过四年的大学生活 我24岁出国读 我已经比较思想上比较成熟 生活上也比较可以 可以有自理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相对来说 至少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不会有遗憾 就觉得整个experience都是 everything happens for everything 好 这样子啦 回到给回你 好像七八年前的你 看到这个情况 你会希望说什么东西 你希望说能够改变 或者说今天我们的体制 我讲到教育体制 因为你是很临时被通知奖 没有奖学 也让到你expectation mismatch 也就是期待跟现实 忽然间跟你本来想象中不一样了 这样子如果回到去当初 你希望我们的这个政府也好 还是这样的奖学组织也好 他们能够有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就觉得也不能说 因为我明白政府有时候 他们是需要改变我们的政策 可是我就觉得你至少要给我们 比较多的notice不能临时 就通知你们先啦 不要太临时啦 对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是 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 精力去准备申请国外大学 因为这里国外大学跟 申请北大学真的是很不一样 你需要花你要考很多的试啊 然后要写很多不同的personal statement 我们花了大量精力 在准备这些东西 最后好不容易千辛万苦 拿到了国外大学的offer 到最后是我们也准备要入学的时候 他们才临时说我们没有赞助你出国 所以我觉得就 如果说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一开始读去读pre you的时候 我们的expectation就是说 我们这一batch政府是没有送你们出国的 那么好啊 这样我们就会有自己的backup plan 可能就会申请其他的奖学金还是什么的 对 这样好啦 这样你最后啦 你有什么对马来西亚的希望 你想跟我们观众分享的吗 我觉得我对马来西亚的希望就是 希望每一个 如果说教育制度我觉得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教育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 就是如果你要社会繁荣 教育是第一步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从教育着手的话 我希望每个人呢 政府能提供给每一个人 每一个马来西亚的子民 有同等的机会 可以只要通过他们的努力 就能够达到他们想要的 想要去的地方 对 好啦Michelle先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可以给摸个手 谢谢你来我们的羊茶频道 我相信大家听到Michelle的故事啦 也是受益非常良多 也可以看到Michelle一路走来 真的是很不简单啦 当然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 给Michelle继续鼓励 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仕途呢 也能够更加的顺利啦好不好 好这期的羊群凉草啦 我就聊到这里先啦 如果你是喜欢这内容访谈的朋友呢 请不要吝啬订阅 点赞还有分享出去哦 因为你们的支持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好谢谢Michelle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